刘强东性侵惹祸,落榜官方摆明民企名单,2018年是中共的改革开放40周年,24日官方,推出摆明杰出民营企业加名单,此前备受关注的中共电商巨头京东集团创始人刘强东,与外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军为上榜广告10月24日官媒称,在中共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为宣传民营经济发展的成就。 鼓励广大非公有志经济人士,不忘创业初心接力改革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决定推荐宣传摆明杰出民营企业加当天,全国工商联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了改革开放40年摆明杰出民营企业加名单,但这份名单中并没有出现此前备受关注。 德万达集团创始人王健林和电山巨头京东集团创始人刘强东王健林,此前因涉嫌在海外违规并购而招致北京重罚,而刘强东所创立的京东集团公司自1998年,发展至今市值约500亿美元,跻身全球500强企业。 但刘强东因8月底在美国涉嫌强奸被捕,丑闻震惊舆舆论,据美国警方9月4日公布的报告,刘强东涉嫌强奸发生在8月31日凌晨一点,左右当晚11时32分被捕入狱16个小时后, 或是领保释金警方对刘强东疑案的描述是一级性犯罪,强奸计罪CSCRE、CSC-RAPE-COMPLPE。 根据明尼苏达州的法律一级强暴罪,只要最后被定罪刑期至少12年起有怀疑刑案律师认为, 刘强东遭起诉的可能性超过90%案件,一旦开始会涉及重新逮捕等问题,刘强东强奸事件发生之初中共外交部就曾罕见介入发言人华春莹声称,中方正与美国有关部门了解何时。 刘强东强奸一案,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共外交部介入中国人在外国设行事的案件做法,颇为罕见甚至香港前高官何志平, 为了帮助中共在非洲发展能源战略,涉嫌在联合国行贿被美国司法部控告,也未见中共外交部为他出生。 而刘强东不同,他不仅是中国商界亿万富豪,同时还有中共全国政协委员身份,并且兼任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过去一年。 刘强东多次对外发表,关于共产主义的言论,还曾与腾讯首席执行官马化腾,一起身穿红军服装头戴八角帽,拜访中共红色居地。 延安,号称接受中共红色洗礼,如此注重政治名气的中共红顶商人,此次却意外在美国遭遇性侵犯罪指控,无疑是中共一大丑闻。 由网友扒出他6月去延安的图片,认为,或因他向中共表中而逆成逆转。